嗨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已經這個學期進入第八週 很難想像 實際上過了二分之一 那我們今天在各位從 參加的慵懶當中回來 給各位非常精彩的一場演講 陳溫山先生 Nang Nusang 我們大家要記住這個名字 為什麼呢 因為他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然後我們這個學期 我們的作業 非常重要的一個作業 也是要做博物館展櫃的 導覽修明的重新設計 所以文山先生能夠帶給我們的 我們在春假前一週已經在嘗試做這種事情 我們的兩位助教在第三節課的時候 也是讓大家嘗試從不同的物 不同的觀看角度 不同的詮釋裡面 讓各位有一點點體會說物有物的脈絡 不是說只有一種觀點 一個標準答案 所以我們平常在博物館的展示裡面 我們看到那個解說是怎麼寫出來的 那文山先生來這邊 我們邀請他 他可以提供我非常可貴的經驗 是因為他在萊藝鄉南河 位於南河村這個地方萊藝鄉文物館 也就是園會的政策下面 所發展出來的29個三屆鄉的文物館之一 那萊藝鄉這個文物館非常重要 因為他有一些 他容易被人家看到 因為他做了一些 他是一個典範 他有一些特別的做法 他自己有策展能力 也包括他跟外面的 特別是台博 有跟這樣的大館 有合作策展的經驗 甚至於我知道 好像還跟克羅拉多 還到哪裡 有一個大學 跟他們有一個網路的 虛擬的展示設計 那都是萊藝鄉文物館 一個地方型的文物館 所做到的事情 那這個在萊藝鄉文物館 能夠做到這麼多事情 陳文山先生的角色非常重要 他個人的投入非常重要 他正式的身份是鄉裡面 文物館的一個住館員 那我們在別人的討論裡面 其實我們現在也知道 文物館的 因為他在鄉公所的編制下面 所以這個住館員的位置 能夠發揮多少 往往跟鄉或者跟地方政治會有關係 夠不夠安定 然後相對這個事情的經費 或人事獨立的 當然有多重看重 多尊重 那至少以陳文山先生 再來異鄉文物館的工作已經穩定 我剛才問了一下 是已經做了十年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累積 他自己是非常有熱忱 對他所做的事情非常有熱忱 我在屏東的排灣部落來來去去的時候 我常常不是在館裡面看到他 我在別的地方看到他 有事情他總在 扛著很重的攝影機 他做了非常多的紀錄 然後這些紀錄不是他個人收藏 我們知道有時候現在辦活動 後面一排攝影機 這些攝影出來的紀錄到哪裡去了 是公開的怎麼樣運用成為相對 成為教學的教材 成為共同的記憶 學習的材料還是怎麼樣 那至少在來一項公開 陳文山先生的負責的他的執行之下 我們看到他很多的材料會進入展示 當然他的紀錄是展示了好幾倍 那我們也可以 所以我覺得他的做法 他的投入跟他確實的做法 還有他在外面發展的合作關係 就是外面合作關係 就讓其實人力很少的 鄉文物館多了一些資源 所以他怎麼做到這一些的 那他有鄉文物館這樣的一個空間 這樣的一個環境 他怎麼展現部落環境 而且這邊南韻鄉有六個村嗎 七個村 七個村 所以怎麼樣去均衡 怎麼去均衡 這我要照顧 不能說因為我位於南河村 我就是南河的主題 或者南河的故事 其實我們會到一些為難的地方 好 那他怎麼做到 那我們就聽聽 所以同學就是 之後我們現在 目前規劃是九十分鐘的演講 三十分鐘的討論 各位就不要客氣 我們難得把他搬上來 因為他非常非常的忙 我們就盡量有什麼疑惑的地方 就跟他討論 也可以把你的部落經驗 不管多還少 把他帶進來 然後又或者是說你的作業 你的作業跟鄉文山先生所講的經驗 之間有什麼可以參考之處 也就可以跟他一起教 那讓我們來歡迎我們的講者 陳文山先生 來 請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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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大家問候 上次我來這邊 上次我來這邊 大概是在 就是國寶結拜的那時候 來到這邊 所以來到這邊 雖然是一種滿親切的 很像是在台北的家 在台北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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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原住民的名字 叫昂烏山 那國語的名字是陳文山 那每個人的名字都有他的故事 那我的名字 很少有人取這樣的一個名字 叫昂烏山 那是因為我們家族過去在 在過去有這個百步蛇的一個故事 就是跟百步蛇有關的 他是有一個叫Ju的一個女孩子 沒有懷孕 沒有結婚就懷孕 生下來的東西就是蛋 那不出來就是蛇 不出來就是蛇 那蛇長大之後才知道 那個是百步蛇 百步蛇 我們在我們那邊 叫昂烏是百步蛇的鼻尖的部位 所以那個蛇長大之後 就是跟那個我們的老人家一起生活 如果說有別的部落 別的家族靠近的話 那個蛇就會有一種攻擊的味道 攻擊的那個挑釁的意思 那就這樣的一個故事 就是那個蛇很像是在保護這個家 保護這個部落 所以我們在講這個百步蛇 他是一種守護的意思 守護的意思 那我的名字也是 我的名字就是從這個地方取來的 那我還有一個另外一個名字 因為我們在命名的那個部分 會從媽媽跟爸爸這邊來取名字 我媽媽這一邊會取什麼名字 媽媽爸爸這邊會取什麼名字 他會有這個 會有這樣的一個命名 那有的部分就是有些人會取更多名字 他又是不一樣 就是可能爸爸的兩邊的家族 媽媽的兩邊的家族 這樣子來命 也會有這樣的可能 那我另外一個名字叫 我翻譯過來叫三崩 三崩 那個母語的講法就叫 出奴 出奴 如果說看到那個馬出奴 出奴不是這樣子 那個景象 就是像是要上崩的那個 已經上崩的那個景象 出奴 這個是在古樓這邊會聽到的名字 好 按一下 好 這是我小時候的照片 小時候的照片 那其實我 我不是讀博物館科系的 我不是讀博物館科系 但是後來 因為一些因素 被某些人害之後 就進入博物館工作 一直到現在 那以前我做過水電 其實我的本科是水電 做水電 也有水電的執照 那還有就是 我做過鐵工 把乾淨的鐵工 然後也做過煞豬的工作 還是也多工作都做過 直到那個十年前 一些某些的因素 才進來博物館 文館這邊的那個環境 好 那也是因為我結婚啦 也是因為我結婚 結婚 我的對象是很特別的身份 我的對象 是很特別的身份 那其實我的身份 也不是那種平民 也不是那種 人家講的頭目 領袖 我們叫媽媽上一來 那當家的話 我們叫阿薩料理 這邊有台灣族的嗎 還滿多的 好 中台灣的有嗎 中台灣的有嗎 中台灣的 中台灣 會聽得懂 剛剛講的啦 一點點 龜蟲 龜蟲 隔壁 我是哪個 也是因為我媽媽在從事這個服裝這個部分 原住民的服裝 我媽媽也開一間那個原住民的服裝 在其家暗路上工作室 你知道嗎 就是也是從小在看著她在工作 好 那我為什麼要提到我老婆這個部分 她是有那個 頭目身份 媽媽沙利蘭身份 是因為她結婚到南河 她本來是忘家的 結婚到南河之後 而且一定要生小孩 一定要生小孩 傳宗接代 然後才有機會去接了 附落的一個 媽媽沙利蘭的位子 媽媽沙利蘭的位子 那這個是在我們的傳統社會制度裡面 現在已經看不到了 那也是我出生以來 看過遇到 就是這種的儀式 就是無緣無故 就結婚到另外一個部落 然後把那個包頭拉上來 變成是那個家族的一個領袖 宗長 有很多人會說頭目 可是很多人會不喜歡這個字眼 那我們部落裡面就討論說 用這個宗長 宗長來替代 如果說用國語名稱的稱呼 用宗長 那我之後就用宗長來稱呼 就生完小孩之後 我們家裡又有一些變化 就是他本來是旺家的人 然後就是給他一個那個家族的一個位子 就是宗長的位子 那那個我們叫做 那那個我們叫做 怎麼滾 就是接替原本在南閣的某一個家族的一個 接替的那個頭目的位子 宗長的位子 那個原本 原本那個在管理的 他就變成是位居第二 位居第二 那位居第二 有這個蝦餅很像蝦餅的動作 就是準備鍋子、衣服 那時候我們很像是在蝦餅 董木古這個儀式 很像在結婚 其實是要接替那個當地 宗長的一個董木的儀式 那 那個左上角這個 這個中間這個 他是旺家的 旺家的大宗長 就是我老婆的一個原家 那也是因為這個家族 他在白鹿 在龜蟲 在旺家 在當寧 都有他的知性 他主派的那個 住在那邊的一個宗長 小童木的意思 大家懂嗎 這個部分 有一些 有一些我們排灣族的那個 那個社會階級制度裡面 有些比較大的系統的宗長 他會管理到其他部落的系統 那這個部分很少 很少會有這樣的 在我們來講 只有三個 只有三個 大宗長系統 一個是在來意的 有聽過嗎 然後 古樓的 吉利不幹 吉利不按 另外一個就是在旺家的 以前叫盧利利不按 不過他們已經 他這個家已經另設一個家 叫盧利不按 另設一個家 可是那個 血統的部分 他是根源 血統的部分 他是根源 然後他又跟古樓的大宗長系統 結婚了 又結婚了 所以他勢力又更大 勢力又更大 那個 長勢跟長勢結婚叫我們直播 長勢跟長勢的結婚 叫我們直播 這個部分在我們 那個排灣族很少 很少見 很少見 那要討論到那個排灣族的 那個 那個社會制度 一定要 要懂這一個 就是 那個家族的部分 管家的部分 那 這個其實就是跟 未來我們要討論的那個 手紋上面的圖案會有關係 他是跟階級會也是會有關係的 好 這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的話 我撥給你一遍 就是當時在 接管那個 總長的這個 畫面 我大概用跳的方式來給他看 我還要加那個教會的儀式 好 大家有沒有看這個老人家 他手上有圖案 這個就是經常我會去訪問的 對 想因為他等很多事情 那剛好我老婆接管的那個家族啊 就是他管理的 就是他管理的 所以 他就變成位居老二人了 老二人 我當時 我們除了那種下病的儀式之外 我們還殺了十二條豬 做分享 十二條豬做分享 所以他花了不少錢 他就在講這個家族的一個歷史 在講家族的一個歷史 所以那一天的那個 那主題就叫做中長祭任 就是接管那個 接管那個頭目的那個中長的一個位置 這是很少見的 很少見 這個部分 其實已經在各個部落 發生了一些亂象 有些 有一些 有一些 站在位置上面的人 他不會想要放手放掉 那比他血統還要高的 這個在台灣族部落會 這個以後會出問題 如果說大家想要了解的話 台灣族不早 十年前 應該是十五年前 應該是十五年前 大概是這樣子 這是我們當時的立委 曾立委 他也是我們這個家族的 這個家族的職員 跟我老婆都是男和的 其實我老婆的輩分其實也比他大 如果說按照那個血統的這裏 好 好 這個是在社會制度裡面的一環 這個一環 這個要探討的話可以 可以談很多事情 好 那這是我們的部落 文物館就在這邊 我剛好住在這個部落 也是在文物館所在地的 從我家到文物館 大概一百公尺 離家近 但是我覺得事情很多 剛開始我進入這個文物館工作 我是把它當作是自己的家在經營 可是後來就出問題 我老婆就 因為可能我在太多路這個文物館工作 有時候半夜都不回家 可是離家又很近 結果 我老婆就很憂鬱症了 我不曉得她是怎麼生病 到現在還在跑醫院 還在跑醫院給靈藥來吃 然後又沒死到律療 不過現在比較好一點 後來我也是把我的一些個性 把它調整一下 現在又比較好一點 然後 我們這個部落是兩個部落合在一起 所以 又是南鄉最南邊 最南邊 我們這個地方不是神行政中心 我算是比較偏遠的 離行政中心 不過當時我們的鄉長 剛好是南鄉的 所以 應該是有這個關係 把那個文物館是在南鄉 呵呵呵 這是我開玩笑的 剛好就是南鄉的人 南鄉的人 這個圖片又更清楚 我們分兩個區塊 這個是南鄉的白鹿 白鹿的位置 兩個部落 上面這個就是高建部落 文物館就在這個地方 就在南鄉村的村口 南鄉村的村口 那我家就在這一邊 我走路很近 我播放一下那個我們介紹白鹿的那個影片 因為我喜歡做一些影像的紀錄 然後那個我們的部落的中長 他就講說做一個影片 算是介紹給外面的人 然後就搭配一些我之前拍攝的影片 照片放在一起 請大家可以合行相場 令你正常 我就令你跳舞 花時間不夠 不傳 只要外面的人知道 這個答案 就會 第一種的聲音說 是來自南鄉村 故隆的糧食 到在舊舟的蒙古時代 臨近 故隆 在 浪姬茫時 使用來到南鄉村 故隆的糧食 這個好吃 有一次過嗎 在舊部落 在舊部落 我是屬於白鹿部落的 在歷史的紅衣中 這就是在舊部落的目前的樣子 有幾棟是已經回復 蓋回來死亡的 那不像那個老親家一樣 使得古生的孤兒人 而永遠而永不惜面倡 而生死 白鹿水人 若您從此後 從而後代永遠的驕傲 而願意 民國是七年 正式的老先充 在民族的一趟 先國警部 繼續前進 好 先這樣 好 那這是我們整個鄉的地圖 我們南鄉就是來鄉的最下面 文物館這邊 那也是因為就是我們一直在想說 文物館應該不是只有在館裡面 應該要把整個鄉啊 把它經營成整個是生態的 戶外的一個活物館 就是我的一直想的概念是這樣 把整個鄉變成是戶外的生活館 好 那這也是我的一個夢想 好 那所以 有時候我會經常跑舊部落 有時候會跑就是各個部落裡面 去採集一些文化資料 那 比較 最近比較看得到的 那個東西就是像那個手紋的部分 還有就是五年一次的一個 蠻多巴基點 這部分目前都在做一些發展 好 那我進去文物館 其實才發現不是那麼簡單 我們進去文物館的工作 這是文物館的一個大碼的一個樣子 那現在又有一點不一樣 我們前面就重新鋪了一個 很像仿木的一個地板 好 那 我們 我進去之前啊 我進去之前文物館的樣子給大家看一下 我進去之前 他不是做文物館的工作 他是放幼稚園在裡面 他是放寸班公處在裡面 然後都沒有做展示 好 都空的 那後來就 都空的啦 甚至有一些那個 那個魚水 那個存下來的東西 這個是幼稚園 我之前 之前都是幼稚園在經營 他整個是我女兒小時候也在裡面讀書 那我們的展示空間 就是小朋友的遊戲空間 就這樣 那個我進去文物館工作是這樣子 工作之前 那進去之後就開始有了很多第一次 有了很多的第一次 就是像第一次伴長廊 伴長廊那時候是因為 認識了史前館的林宋恩 是他算是把我弄進來了 是因為當時他辦了一個課程 就是做一些那個 纖維的工藝 好像那個竹編啊 像那個藤編 還有樹皮布那種 他排了一系列的課程 然後他想說陳國長應該要在哪裡 巡迴長要到哪裡 結果他想到我 我也跟他講說 我們部落有一個閒置的空間 所以才跟他提議說 不可以拿來我們文物館的展覽 就在95年 這個時間點 就是那個巡迴長就在來議館 辦了第一場的展覽 這個部分 那也是我跟他合作 然後這一次的展覽 對我來說真的是很大的考驗 因為我根本不是國務館出來的 就是沒有學過這個相關的科系 那當時他說如果說你要在文物館辦展覽的話 那就是他那時候有一個很有名的名字叫社區營造 他是說你要用社區營造的概念來辦這個展 然後我問他說那社區營造那是什麼 他就說要動員你們整個社區族人都要一起來做 他的意思是這樣 當時我也找不到的 就只有找了自己的親戚 要不然就是叫村長廣播 廣播叫村人過來 像那個產品搬運啊什麼的 都是自己來 要不然就是主人會來 會有幾個會來幫忙 我就這樣子 然後才促成了這一個 第一個展覽 那這個第一個展覽 它不是 我再播放下一個 這個第一個展覽 然後它協助了我們做一個部落地圖 公益的地圖 部落的公益地圖 那是第一場 那那一次 那一次就是 有幾個小朋友 我可以去使喚 有幾個小朋友 就是現在我的那個職兒 就是我那個職兒 現在的青年會長 也是白路部落協會的理事長 就是就跟他一起一起帶上來 一起帶上來 到現在才 到現在就可以獨當一面了 然後 這個展就是 也結合了部落的公益師 就不是只有從外面的一個行為長 他也結合了部落的東西 他的想法就是 林松的想法就是說 來到部落裡面 如果說你沒有結合到部落的一些東西 其實是進去之後就出來 很像沒有留給部落什麼東西一樣 就用這樣的想法概念 就才結合到部落的一些公益師 然後也做了這個部落地圖的責業 那也不錯就是留下來還蠻多東西 像那個有一張介紹部落的一個資料 那個都留下來還蠻多東西 那一張 那我這邊有一個問題 就是一般大的伯物館 和部落的伯物館的差別在哪裡 大家知道嗎 是不是有 伯護動一下嘛 大的伯物館的優點 欸 大的 機會多 然後呢 嗯 參觀的人也會比較多 還有嗎 有點差 蛤 他們已經有差 對啊 對啊 可能典藏物館 很完善 那部落的文館呢 一般外面大的伯物館 人力也多嘛 不是嗎 對 人力也多 那地方呢 相對的嘛 相對的 經費少 人力少 還有什麼 偏遠 可是呢 優點在哪裡 那是缺點 優點 部落的文館優點 部落的文化豐富 隨便去採集就有啦 隨便去採集就有啦 對啊 對啊 那大的伯物館 缺點在哪裡 那大的伯物館 缺點在哪裡 啊 那你去賣嗎 蛤 什麼啊 什麼啊 設備貴 設備貴 對 設備很貴 需要軍費啊 對 對 我覺得就是這樣子 差別 那個 部落的文館 還是有它的優勢 還是有它的優勢 我就看我們怎麼去運用 看我們怎麼去運用 好 那 所以我在這個館 我就做了一些 那個 衝撞的事情 還有實驗 實驗 那也是一直在做啦 就是 可以做就做 那 做不來 那就是尋求資源 做不來就是尋求資源 尋求大館協助 就是這樣 這樣大館跟小館要合作 大館跟小館要合作 不過 主要的希望可以有小館先帶動 這樣會比較積極 比較積極 好 那我們第二年喔 那時候我還沒有在文館正式的工作 我還沒有正式在文館工作 那第二年 其實那時候我是被抓到文化園區來工作 文化園區 那時候在文化園區 就是管那個28個館 我的業務是這個 然後很多機會就跑跟著長官到各個館去看 所以也學了一些經驗 也學了一些經驗 你看像這個 我們第二次的老照片的特長 就是用大館帶小館的方式來做 那時候 那時候也是我們的底薩利老師一直在帶著我們 底薩利老師一直帶著我們 然後他負責找那個大館裡面的老照片給我們 那我們咧 就是去部落裡面帶著掃描機 帶著小朋友去拜託那個老人家 是不是有老照片給我們掃描 就這樣子 那一次我們也到那個乳安藥家去掃描那個資料 那像導覽啊 那個小朋友也都參與在裡面 像這一位 就是我剛剛講的我的資料 現在都可以 就是婚禮的主持都可以了 都是他在接 好 那第三年喔 第三年那個才正式的 我們相公所才正式的去重視這個館 第三年 然後辦了一系列的活動 那時候也是被盯得很緊 那時候還是文職館 還是文職館被盯得很緊 那個工程會啦 監察院都跑來看我們的館 有沒有再改善 甚至喔 我們相公所的長官都跑到監察院去報告 經常去報告 就是有沒有做改善 那時候被盯得很緊 然後長官也是很重視的那時候 所以那幾年就給了蠻多的經費 給我們做改善 所以那個硬體的部分才慢慢的比較好一點 那個比較有文物館的樣子 比較有文物館的樣子 那很多活動都會擺在文物館來舉行 那97年我就回來 剛好有缺 長官就把我調回來做住館人員 那我們住館人員是圓民會的計畫 一年禮聘 做不好就會被換下來 每年都會平健 然後做了十年 換了三次的鄉長 換了三次的鄉長 那運氣很好沒有被換下來 運氣很好沒有被換下來 所以我這個職務算是要看鄉長的顏色 那其實我們從第一年開始 就開始在培養部落的青少女 部落青少女 也是因為受到林宋那個影響 因為他在台東也是在辦那個青少女的一個工作 大家都應該知道 像那個跨部落的那個活動 他都一直在持續的進行 這個也是因為受到影響 然後我希望可以培訓部落的孩子 多學習一些文化的事物 多接觸一些文化事物 所以有什麼事情就請他們來 他們就像部落的志工一樣 部落的志工 因為我們管有沒有錢 請人來導覽什麼的 最好的資源就是部落的孩子 那是不需要太多的那個經費 那其實他們也是會有一些成就感 當做了一些工作完成之後 他們就會很難得 會有成就感 所以從一開始 那個文館也是一樣 就是一起把這個館 當作都是自己的家 你看像他們 像布置 像這個下面 布置啊什麼的 都是由他們來協助 由他們來協助 像我們請老文家來上課 教育活動 也是請那些小朋友來聽 我覺得跟他們就是打成一篇 跟他們打成一篇 所以那時候就成立了文化成長班 青少女文化成長班 那他們現在都長大了 然後又成立了這個青年會 又成立了青年會 又成立了青年會 那這個部分 算是還蠻欣慰的 因為看到他們這樣子 一直很像就是在文物館這邊的投入 然後陪伴他們 然後讓他們有一些文化的概念跟學習 就是還蠻不錯的 然後還有延續 我們有做延續的動作 就是不是只有在我們這個部落 成立這個成長班 延續我們到今年到去年 是辦了第三次的青年文化活動 那個時候就是全相信的 也是因為一開始的青少女文化成長班的計畫 就有做延續的意思 然後98年又做得更大 就是我們把那個 我們98年辦理這一個部落的祭典 五年一次的那個麥克風 我們講的外面講的五年祭 五年一次 那這部分我們是怎麼跟青少女怎麼做營造的呢 那一次我們先辦了一個導覽培訓 導覽培訓的活動 那導覽培訓的活動 我們要先採集資料 先採集資料 然後再請老人家給他們上課 結果來上課的又是這些小朋友 來上課的這些小朋友 其實我們有把目標設定在部落的 比較年紀大的 不過來上課又是這些小朋友 其實還好他們這樣子 就很順理成章的 因為在我們這個祭典 這種年齡青少女 其實是他們沒有工作 他們是沒事的 比較有工作的就是爸爸 然後背部 就是他們的長輩年齡 那剛好他們的工作就是 可以做導覽解說 可以做一些像是表演 在文物館的部分 他們也做得很投入 那一次的操作就是 就是文物館跟部落跟整個 我是有連在一起的 文物館跟部落跟這個祭典有連在一起 那也是那一次的操作 也是很怕會影響到祭典的進行 那也是因為在那個 當時在台東有發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很像是那個 也是在刺球 然後很像長官要來致辭 直接喊咖這樣 把那個祭典就是暫停 然後給長官致辭講話這樣 所以這一點那時候就很小心的 就是不要讓那個導覽 不要讓那個那一些不是祭典的事情 就一起去干擾祭典的辦理 那部分就做得還蠻仔細的 那一次的操作就還蠻感動的 因為有一些老人家看到年輕人 在為部落服務的這個樣子 其實是蠻感動的 就是老人家會說 好像有那麼一點希望 有那麼一點希望 就是我們的小朋友他可以去 去學一些這個祭典的東西 然後去導覽解說 那是一個算是不簡單的事情 也不是說那是被課意的 或者是被強迫的 所以他們都是自願的 自願的 所以他們現在的感情都很那個 都非常的好 都非常的好 好 好 要下課嗎 蛤 蛤 蛤 那我們繼續齁 如果說想要上洗手間的 沒關係啦 如果說有什麼問題要問的也可以問 有什麼問題要問的 OK 像這個 這是我剛剛講的 先做一個導覽培訓 也在文物館做 當然文物館也有可以 就是展示的一個 我們也有做一個展示 然後那個資料我們也做成這個DM 我們也把那個資料做成海報 做展示 那是放在技場旁邊 好 那 所以那個動線的話就是 可以文物館跟部落這樣子延伸 也到部落裡面去給那個 部落裡面也會有一些工律師 也可以就是也帶他們去那邊參觀 那這個都是他們這樣子構想出來的 我當時98年是這樣子 那 那 那是在98年年初所辦理的 98年年初 那 到現在 已經好緊了 那一次的資料的收集 也是放在我們的那個 百祿文史書裡面 後來我們也有出一本書籍 那這是我們祭典辦理的情形 祭典辦理的情形 祭典辦理的情形 這是我們的祭場 宋祖明的隊伍 那些年輕人也有參與那個圍舞 在祭場裡面 那在98年 我們祭典辦理之後 我們就開始做一個文史調查 做一個文史調查 那我們的會議也都在文物館舉行 會議都在文物館舉行 就是我們想要做一個部落制 當時有一個 有一個很遊行的 就是製作部落制的一個 一個 各部落都在做這個東西 那時候這個 你的老人家發起了 臨時幾張 這他發起了想要做這個東西 那剛好我也進入那個 協會的那個總幹事 我也是在裡面工作 所以等於是一起做啦 一起做 因為我在文館工作 又在協會裡面當總幹事 就一起做 好 那其實這個會議是97年開的 97年召開的 然後97年就直接申請了經費 說我們要做 那當時 原民會說要補助10萬 然後當時的文件會 說要補助7萬塊 有17萬塊的經費 要給我們做這個部落制 結果呢 97年做不出來 97年做不出來 為什麼資料不夠 然後沒有方向 然後不到要怎麼做 這個部分 所以也打擊了我們一些信心 打擊了一些信心 那98年繼續 然後那時候我跟長老 就有一個默契 不管有沒有經費 一定要做出來 有一個默契 不管有沒有經費 就一定要做出來 所以後來 後來是 就是拜託我們那個 林酸大姐 就協助 協助做那個整理 那我自己也喜歡拍照 我喜歡做拍攝的東西 然後就用了一些照片 因為我們資料整理 一定要副照片 如果說要出版的話 就是一定要有照片 才比較好交代 要有照片還有文字 這樣子出版才賞心悅目 賞心悅目 所以那時候就很積極的 在部落裡面走訪 好像是家族史的調查 還有很多 因為我們這本書有寫商篇 社會篇還有紀典還有歷史 就這本書 那其實這個也不算是部落字 也不完整 那我們還有再繼續的 那個繼續做一些補充 我想說要把它補充到完整 然後加一些 另外還要再加一些生命禮書 還有社會制度的規範 還有就是在傳統領域 還有在傳統領域的部分 還有舊部落的家屋 名稱 那個其實都要做 我們還會繼續的再整理 如果有人想要看 可以拿去看 OK 那可以 那個我們的老人家 就有些人也會做紀錄 像這個老人家會教會的拼音 以前那種不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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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什麼的 還是什麼的 他自己也做了一些紀錄 我們這本書就是老人家 我們是以老人家的口述為主 老人家的口述為主 然後文獻的部分就麻煩那個林文正老師 做採集文獻 然後老人家口述用文獻去做強化 然後就是不小心也是有得到獎 有得到獎 就是有參加文獻館的獎項 文獻獎的部分 好像得到了第四名 那文史書這個部分 其實我本來想要做的是部落的特展 用這個文史書的部分來下去做展覽 那才是比較完整的 把它做成一個展 那我還沒做到那個部分 其實那也是我一直在想的部分 就是希望可以把它做成一個展 那當時那個評審老師就講了一些 因為那本書有花了很多的心思在裡面 拆平書不來 因為會遇到一些地雷 部落裡面的那個長輩啊 會有很多意見 但是我們有一個原則就是 不會把那個不對的東西寫進去 然後就是有一個比較有那個 像我們是希望可以做到那種 部落以後可以做參考的那個書籍 就是說如果說有東西不會了 或是快要失傳了 至少我們還有書可以去做參考 我們的想法是這樣 就是出這本書的一個初衷 那後來99年文物館 我們來一鄉就是有遭受到水災的部分 那剛好文物館那時候有一些人力 就是就業的人力 就是願舞的部分 那我們也派他們去搶救文物 去搶救文物 去搶救文物 看一下一片 搶救文物那時候發生水災的時候 因為萊茵那邊有一個石房屋 也是當作是文物館在經營 結果滅敵 被那個洪水全部滅敵 那其實這個地方的部落的東西 也是我們自己的東西 也是部落的東西 那我們當時我的作法就是想說 看來找資源來幫忙挖掘 看誰可以願意來幫忙挖 那最後就是找上了台博館 台博館 李組長就率隊大概十幾個我成員 就來到這個萊茵這邊 我幫忙清洗 幫忙挖掘 把那個石房屋裡面的那些重要文物都挖出來 都挖出來 那我們自己文物館有一些人力 我也是實景的 也是下去幫忙 也是下去幫忙 我這就是台博館 幫忙清洗 整理 那我們這邊的人就是幫忙挖出來 我們自己也有做一個文物仿式 當時我們是請史前館 那也是因為有一個釋放館的計畫 大館帶小館 那這個地方就是被埋的地方 當時我們去他的地方 結果隔年就水災來給他全部滅滅 那也到了頭目江 還有工作室 還有工作室 而且發現很多部落的狀況 就是部落的一些文物壽死的狀況 像那個獸皮的部分 都掉毛啊什麼的都有 還有就是 還有就是 其實我們部落裡面 就沒有那種保存的觀念 概念 不知道怎麼去保存部落的文物 就因為這一次的關係 我自己 這個是那個清朝的東西 就也是因為這個事情 這個計畫 然後我自己也一直在想 那個部落的文物保持的問題 要怎麼去改善 然後在美國一百年 我就有跟台灣國務館合作 跟台灣國務館合作 跟台灣國務館合作 然後辦理這一個 國際的一個文化交流計畫 那叫愛分享 那我們的對象是美國的 科羅拉多州的大選 然後跟那個 納瓦侯族的國務館 納瓦侯族的國務館 做交流 那一次我們就是有做一個 互相參訪兩次 然後我們也有做田野調查 有做田野調查 然後就是 也有做一個人才培訓的一個動作 另外也做一個住館的一個藝術家的 就業的一個計畫 那住館的木雕工藝的一個就業計畫也是不錯 就是有人力的部分 然後我們自己買材料給他們製作 當時也做了很多東西留下來 當時也留了很多東西下來 像我們文館前面 那個大門的那個 納瓦亞 木雕的那個部分 都是他們所做的 當時做了還蠻多東西 就一年的時間 那剛好政府有這個計畫 我們就申請到這個 那 在101年的時候 因為那個八八水災 有造成那個我們老旺家的那個人頭骨架 人頭骨架的那個傷風 剩下之後快要把那個人頭骨架給弄掉 差一點點 我快要被那個 快要被彈下來 那一次就有提報一個搶救很多股架的一個計畫 結果我計畫寫完之後 文化處就是說 那個計畫 那個沒辦法給我們做 沒辦法給相公主做 結果他們是委外 外包給那個團體 那 結果他們做了之後 做的不是我們要的 做的不是我們要的 他幾乎都是 他是找文獻來處理 然後很少放那個 部落的口述 連那個人頭骨架的名稱 連那個 一些 他的意義都沒有放進來 所以 我就還滿難過的 他們做出來的成果報告 請問一下 外找的課 那些人的專長是哪一方面 哪一方面 就是很像是考古 專長是考古 可是我們想要的東西就是 口述的東西 人家口述的東西 結果 我看到應該是只有骨頭而已 我沒有看到靈魂這樣 所以 也沒關係啦 就是 我們這邊的想法是說 希望我們可以協會這邊 另外再申請 申請經費來做 不要再像那個 之前那樣子 後來他們還有在做一個考古的計畫 是 老旺家的一個 限制的一個 考古 其實他的專長是那個 挖掘 也不是那種文史的 調查 所以 這個會有差 這個會有差 這個是老旺家的部分 然後也跟那個台博館做一個特長 就是他們之前所做的一個台灣組的特長 然後最後是送給我們 送給我們 那裡面有一個是紀錄骨頭的五元記的影片 也是 就是都是送給我們的 所以那一次台博館做的東西 也是很多我們可以繼續用 所以也充實了不少我們館內的一些東西 好 那在102年 102年 我們是做手紋的調查 我們有做一個手紋調查 那手紋調查這個部分 我們是沒有經費去做調查的 我稍微跟大家介紹 我們先放個影片給大家看 這個大家應該有看過 這個大家應該有看過 在台博館 這個 大家應該有看過 在台博館 就是直接我們自己下去部落裡面做調查 所以 還真的很傷了我們的兒包 就是 去部落裡面 調查我們都要自己買一些有的沒有的 這個部分是 忘家的自公 好 忘家的自公 要麻煩你 那要麻煩你明天 就是想說要取材幫你 可以 麻煩你 請他們準備 就是準備那個分聖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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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然後 請大家來的照片 最好是用標拍到他們的照片 尤其是他們收藏照片 那 今天大概是 九點 好 早安 一百二年 書蒙館當時人力最少 當時在館裡面是只有一個人 所以我要出去都要幫忙 訪問這個守門的部分 最早就是訪問一個人的經驗 然後大概前前後後 只有二十位老人家 今天花了一年的時間 不是花了放假的時間 就是客人比較少 因為我們館其實很少人會去參觀 所以當時有時候就是舔關下來 我就去給點調查 然後一開始是去做調查 就是利用村幹事 我主要做一個調查表 就是部落裡面還有哪一些老人家 就是有守門的 從那個資訊 然後再經過那個部落的志工 那部落志工怎麼找 先從那時候當時的想法是說 先從那個老人站 老人站 那老人站 守門老人站應該都會去參加活動吧 那是不是老人站也有年輕人在服務 那當時我的直覺就是說 就是從這個老人站來著手 最好 不過到最後我在執行的時候就又變了 又變了 那我是另外再找一些部落 比較對這個議題有興趣 就是有一直問一直問 有哪些人願意一起去訪問老人家 那我們的資料是做一個回饋的 就是我們所拍攝的 那個志工有需要的話 我們都是互相運用 互相運用 就是大家一起共用 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那我們去部落訪問的時候 就是也帶著老照片 也帶著老照片 去給老人家指證 因為有一些老照片 像是那個文獻上面 就寫說是旺家 我旺家出來 那我就帶著那個照片去 順便問老人家 我是哪一家 是哪一個 哪一個 哪一位 我去給老人家指證 這個部分我們就有做到這一個 那因為我本身就是有在跑部落 因為也會認識到一些部落的 哪一些會比較對這個有興趣 就這樣子 那我本身我自己因為 我想說我對自己要求就是因為 我要做展覽 做展覽一定要有一個影片 要不然就是一定要拍照 然後這兩口都會一起做 在訪問的那個環境 也會去做做評估 也不能太吵雜 因為那時候沒有阿麥 像是電風扇下面也不能錄 那時候會影響收音 那個都要考量到 你在收音的場所 然後拍照的部分 因為我剛剛有幫影片 就是每一個老人家都是聖莊 每一個老人家都是聖莊 那當時我們訪問的那個過程 過程就遇到一些狀況 像我們都會先問那個老人家 會不會喝啦 會不會喜歡吃什麼 那當地的聖莊會了解到這個 當地聖莊會了解到這個 他也會因為他就近 他也會去聖莊 那有一次阿 有一次我們在訪問的時候 就是 他的那個剛好老人家的家裡人都不在 都不在 然後去田裡工作去外面 結果我們要他換聖莊 結果那個衣服 衣服配件好像被他女兒都收好 沒辦法 沒辦法 結果我們那個當地的聖莊 就回家拿他的那個東西給他 給他 他才願意受訪 老人家對這一塊很堅持 就是如果說要聖莊的話 就要完整這樣 如果說要一般的那個受訪 他也沒什麼意見 可是我們當時要求他聖莊 是這樣子 那還好就是有當地志工的協助 這是很重要的區塊 而且他會母語 要找那個會母語 跟老人家溝通的 這樣子 那又更輕鬆 很輕鬆 好 我們在訪問的過程 也有好幾個朋友都會來協助 像這個是平地朋友 他對照相也是還蠻厲害的 就協助了不少工作 然後像有一個陳志烈老師 當時他也在訪問全縣的女性首文長者 這個他也出訪了 這本書他也出訪了 當時我是有跟他一起去訪問 可是那時我約他 我約他 就是我說我要去找哪一個老人家 看要不要有幾個人這樣 他就一起參與 那有一次 他有先訪問到一位旺家的老人家 那一次 因為我們都約經費嘛 那時候陳志烈老師他因為有經費 他去訪問之後好像都有給紅包 他都有給紅包 結果訪問 訪問了那一位旺家 他就說訪問完之後 他就問說有沒有 有利用 我就跟他講說 我們鄉那時候沒有錢 我們鄉那時候沒有錢 之後我們會做成那個相框送給你這樣 他才那個心比較好一點 那一次我們的開展 後來我們把所有的那個老人家訪問完之後 我們又辦了一場那個 大概花了十萬塊的費用 辦了一個展 也邀請他們到那個文物館 結果也來了不少人 也沒有全部來 就是我們送的東西就是相框 還出席費一千塊 就這樣子 然後一些輸出 因為手紋就是用不到 用不到很多的文物東西 所以幾乎都是以圖文 圖文的方式做呈現 那一年 那一年也剛好幫了第一年的那個青年文化活動 青年文化活動 那那時候 因為青年會那時候還蠻 蠻熱門的 那時候各部落都在成立青年會 那這個部分好像台東撒基努這個老老人青年會 影響還蠻大的 那那時候有時候就是會過去那邊參加他們的收穫金 所以有一些那個 有些部落青年會都會看到他們的樣子 都會看到他們的樣子 有時候我跟他們講說 要有自己的特色 要有自己部落的特色 這部分我們可以做討論 那還是有一些功能跟效益主在 還是有一個功能 好 那真的是我們每次去訪問那個老人家的時候 真的是都會是滿滿的感動 因為我們所採集到的東西 資料都是非常的豐富 採集到之後都會想像到以後 哇這些資料如果說被呈現出來 那真的是對後代的人都會有幫助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會繼續努力 然後把它出版 那台幅館有幫你們整理了一些資料 在這邊 大家可以看 就是融入一些田園資料 還有那個情境在裡面 那因為現在找不到經費 台幅館說沒有經費 出版的費用還有免費的費用 所以我們還在找金主 還正在找金主 那 如果要出版的話 大概20萬裡面吧 20萬裡面 看看 看看 如果說 快的話 那就給他趕快出啦 趕快出啦 好 趕快出 那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這對手 你想認識他的文化內行嗎 像我們的老文家 我訪問到了20個 剩下 才兩三年的時間 快走了一半了 剩下十幾個而已 十二個 十三個 真的走得很快 像有一個 我訪問完 一個月他就走了 對 本來還想要去問 結果我 他就是 這一個 每一個老家都有他的故事 這個年紀最大 結果他不是住在部落 我們還跑到屏東的 屏東市的安養院 跑到屏東市的安養院去訪問 那個 這個 他年紀一百多歲 一百零幾歲 我想一想 四個時間 應該是在 日本人還在 他說 我的想法是這樣 結果 我 我以為這件事 就跑到 跑去屏東問他 還好他還記得一點點東西 還記得 結果他說是 偷偷賭文 不要被發現這樣 偷偷賭文 那 其他的老人家就是 日本人離開台灣 有一段時間 就回復 有回復起來 不過 就是沒有男孩子下去 都是女孩子 所以才 我才訪問到的都是女孩子 我記得我看一篇文章 他都1946 1946到17年 古光是古龍 就有十三位女生去 十三位 對啊 對啊 所以算一算 我訪問了20位老人家 再來一鄉 出生再來一鄉 那個全宇縣的調查 才三十幾位 幾乎都再來一鄉 幾乎都再來一鄉 所以 還可以訪問到這些人 要不然你看 才幾年而已 就走了六七個 所以 這個是有時間型 時間型 你沒有好好把握那個時間 就沒有了 就沒有了 那 裡面這些老人家 看到有的是 非常含蓄 然後 有的是沒有完成的 很多 都不一樣 有的是遇到禁忌的 就是 他自己懷孕都不知道 結果聞完之後 一半的突然不見了 有這樣的狀況 然後 有的是 有聞到最高階級的 然後旁邊有四個勾勾 四個勾勾 那我去年 我又重新再給他分析了一次 重新給他分析了一次 結果 我可以分析到至少八種以上 至少八種 我看可以多分到一二十種都有 都有可能 那個比較細的那個階級的部分 那 這個部分 就是我們後續的工作 不是說 我們長完了 長完完完了 就沒事了 不是這樣 就是 你還有後續的責任就是 你要後續再去咕嚕裡面 推傳承的工作 傳承雜根的工作 像手紋這個東西 其實是已經瀕臨市場 很少人知道 連頭目都不知道 那個怎麼去分間幾 這是在 這是目前發現的問題 所以 這部分 就是 要去努力 要去努力 再去做一些工作 來做一些工作 好 那 那 因為我們也要做一個 算是發展 那 台博館也協助了我們這一塊 台博館 就是 怎麼 就把我們這個 手紋調查的資料 把我們再重新整理 弄成一個展覽 那 我現在 已經 尋回了好幾個地方 桃園 台中 我接下來是 要到那個 天東文化處 就是 有關那個台博館他們 幫我們整理的這個 這個 展覽 手紋展 好 那 103年 就 因為我們那個文物館 周邊 都是在辦那個 五年祭典的部落 周邊 來意鄉 春日鄉 都是在周邊 所以 一開始 我們 想要經營這個館 就是希望可以 用一個比較有特色的東西 那 這個祭典的部分 就是其中之一 這個 這個 五年祭的這個 蠻多可 其中之一 它變成是我們的一個 一個 一個主軸 一個特色 所以我們在 文物館的二樓 就做了一個 全面性的一個 就是 介紹 這個祭典的 常設展區 不過現在我們 一直想要再多一些充實 在裡面 還沒有說很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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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很多缺失 所以 我們還會繼續做努力 那 103年 那時候 那時候就是各個部落 幾乎都是在那個時間點辦 就是我們這部分 那那一次我們也有到村內鄉做採集 村內鄉 也 我們本鄉的也有做 也有做 就是想說 想說 看能不能整個 都把它收集起來 都給它記錄起來 那還好那個我們的 那時候正在選舉的那個 柯鄉長 就拿到了 拿到了鄉長 他也提供了一些資料 他也提供了一些資料 就是有關 龜崇 龜崇的一個祭典的資料 那 立理的部分 那個 翁玉華 翁玉華老 還有柯長 他也提供了一些資料 所以 這部分就 還蠻那個 就是 蠻多東西可以拿得到 像 七家的部分 他們自己也有出一本書 那裡面也有提到一些 有關七家部分的那個祭典 然後就 稍微整理了一些 就是各個部落在辦理 這個祭典的一些特色 一些特色 所以 你想說 把那個各部落的特色 都整理出來 還有辦理的時間點 都給他 敘述出來 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做的那個資料 長就是像這樣 那旁邊這個 這個部分是旺家的 旺家的 宋祖靈祭典 應該是 所有部落裡面 參與人數最多的人 在旺家 你們看到那個 秘密滿好的 那個人數 那是整個部落 動員喔 兩三百個人 因為他們的傳統信仰是 七十八 七十八 在部落裡面 那個 基督教信仰都怎麼打都打不贏 不像我們狼兒 好像一半一半 可能還輸耶 所以 這個部分我覺得應該要融合啦 融合 基督教 不管是基督教或是傳統信仰 大家要互相包容在一起 要互相參與 其實我們的意思也是這樣 不要 不要那個 失去了我們的文化的味道 好 那 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問題 還好 我們做巡迴掌 那 台郭館就是 剛剛我講的 把我們的資料再重新整理 再弄一個掌 一百零四年 那也辦了一個全國的延期活動 然後另外就是我們基本的 每個 每年都有 都要辦機場的那個展覽 活動 那 青年文化語 剛剛我也提到 就是 我們那個館 其實最早就是在 培養那個小朋友的 一個地方 那我希望就是那個館 就是大家可以一起來營造 那青少年的部分 他們就做了很多 在那個館 從一開始 所以 從青少年一直到青年 又組成了一個青年會 然後 然後 現在已經擴散到全鄉了 就是 想說 每個部落都要有這個青年會 都要有青年會 所以 我們每年都會辦 辦在暑假期間 去年就是辦了第四年 然後人數越來越多 人數越來越多 那每一年都會到各個部落去舉行 就是 去介紹到每一個部落的特色 每一個部落的特色 然後也 讓各部落的青年會自己 呈辦 我要辦什麼樣的活動 要辦什麼樣的那個東西 像是 部落巡禮 還有就是 技場的介紹 還有手工藝 火工藝的那個 DIY 都有 還有就是 就是 他們規劃 像我比較感動的是 他們會自己學 自己部落的歌 然後晚上晚會的時候 就會把它呈現出來 這時候比較令我感動的地方 就是 他們是用自己的那個 就是 自己去學 部落裡面的東西 然後 分享給其他部落 分享給其他部落 然後我們 在那個 我們也做了很多的那個 採集 我們希望就是 可以把武館的內行 給它充實起來 武館的內行 就是像 多做一些紀錄 以後 就可以翻變成是 展示材料 或者是教材 或者是 部落再運用 都可以 像在祭典方面 我們也會協助那個 各個部落去登陸 那個 叫什麼 民俗文化的這個 這個區塊 文化部 有一個 對 我們會先送到 文化處 爭取那個什麼 文化資產的身份 像那個 五年祭典 去年就有三個 部落 有通過 就是有通過 像白鹿 旺家 還有高健 就是這個 這部分 沒有申請協助 就是登陸的部分 這個 因為這個是記者會 記者會 然後它有加一些 好像不是 它也有 好像有其他的 那個登陸的東西 就放在一起 就聯合了記者會 在文化處那邊 這個是像 商禮的紀錄 還有那個 雄鷹 雄鷹 安頓雄鷹的 靈魂的儀式 我們都有做一些紀錄 還有去做 部落裡面的一個田園 像這個青銅刀 這個在祭典 在文樂 文樂這個 五年一次的祭典 會使用到那個青銅刀 對那個 那個 南濟是會使用到 所以 這個是文樂的特色 文樂的特色 所以 那個古文樂 他們都還在使用 還在使用 可是保存環境不好 他們保存環境不好 就用櫃子這個 來保存 像那個旺家的那個 刺球場 我們都有協助做 做紀錄 還有那個 祭司的那個鋒利 就剛剛我講的這個 祭典的登陸 尋回掌 那 還有這個 手紋的 那個傳統的 手工的拍子 現在也有人會用 所以 那一天 去年我們有辦一場 就是我們請 手紋的老人家 來做見證 做見證 用手工的那個部分 是不是傳統 他們都說 對就是那樣子 這是青年會的部分 青年文化裡 這是去年 就是我們去年是到萊裔部落 到萊裔 然後有萊裔青年會 會長是那個嗎 魏玉姐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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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想帶動那個萊裔部落 青年會 他也是很認真 這個就是由他承辦的 這是文物館的那個計畫 每年都有 因為做得還不錯 所以我們相公所就很支持 每年參加的人數都很多 所以去年是第四年 我第一年是在南河 那個文物館開始 然後第二年到 到古樓 第三年到旺家 第四年到萊裔 那今年的話 就還不知道 拭目以待 如果說可以的話 你跟那個人一起參與 然後我們又多了一個 一個館 在新萊裔 蓋一個十把屋 所以又多了一個負擔 人已經夠少了 那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國寶石柱這個部分 去年 因為我也是這個家族 那個旺家族 那個家族的一份子 所以 還投入了不少 那這個 這個 這個部分 有人知道為什麼會用 結拜的方式嗎 為什麼不跟那個家族一樣 犯婚禮 為什麼這次用結拜 好 我們接下來就 討論 事情好 為什麼要結拜 為什麼要結拜 說來話長 說來話長 那個 立石柱 立石柱不是很簡單 在我們台灣族 只要立石柱 一定要特別的身份 你必須要 在那個地方要有傳統領域 你要有人民 你要有組織在那邊 那旺家為什麼在歸崇 有那個權利在那邊 那是因為 他有他的人馬在那邊 就像我老婆在 在南俄的白路 南俄的白路 他是那個 我要怎麼講 剛剛我講的那個大宗長的概念 他在其他部落 有他的那個知性 有他的知性 然後那個知性 他所派任的那一個部份 其實他就有資格 確定那個石頭 否立石柱 因為他要管那邊的 傳統領域 要管那邊的人民 管那邊的各種事物 他其實主要的核心 還是那個大宗長這個 他有什麼需要分享 他還是會分享到這邊 在台灣組的一個社會制度裡面 像我們白路 目前中華的老立委 他所掌管的那個家族 過去是萊毅的那個 玩耀 他的權力 他所派駐在白路 結果發生了一些事情 他把他的那個 本來要去送那個 那個獵戶 要去送到那個 萊毅的本家 結果在路上被殺害 被殺害之後 那個關係就斷了 關係就斷了 我們台灣會運用一些關係 來提升自己 來提升自己 譬如說 結婚的方式 結婚的方式 就是找同母結婚 或者是老大對老大 他們的勢力就會起 會願望 台灣組真的很政治化 很政治化 必須要有特別的身份 然後那個概念 就是傳統領域的部分 旺家當時的傳統領域 是還在過去那個歸從 再過去到新開那邊 到新開 那個是柯鄉長 他的文史資料 當時旺家的牧場那邊 那歸從那邊 他就有當時派任在那邊 管理的那個人碼 就像就是當地的小頭目 中長 所以那個部分 如果要歷時柱的話 它是一種 一種就是 就是 他們關係就會變成是緊密的關係 為什麼要用結拜的方式 就是因為歷時柱 就等於是說 你們確認好彼此的關係 比如說你們要變成是兄弟的關係 或者是 你要變成是我派住在那邊的頭目的關係 所以 他就可以有 可以隱蔽那個神柱的保持革 知道嗎 這個意思 所以 因為 旺鄉這個 歸從那個地方 歸的始祖是這個意思 對 然後 台大 現在跟旺鄉 不同的其他關係 對 台大 台大 現在原來的那個始祖的意思 有發生變化嗎 原來的意思 因為 因為 這個算是 半官方的 對啊 因為對象不一樣 對象不一樣 就是 台大算是公布 但是 那個 那個 台灣族的那種 社會支部的那個 概念 有加進來 希望可以變成是更緊密的關係 對 我們可以這樣子做解釋 可以說 台大變成 簡獨不敢交的 其實是系嗎 不是 簡獨不敢是古樓系統 對 另外 Jaluriva Jaluriva 目前 那個當家的是在Jaluriva這邊 對 對 嗯 也可以這樣說 也可以這樣說 我們謝謝我們的講者 講得這麼細 然後讓我們對一個地方文物館的一個發展 從剛開始 那是一個幼兒園 一個托兒所 到現在 非常豐富的活動 讓我們有這樣子一個 對一個例子有這樣深入的認識 我們先謝謝我們的講者 我們再來討論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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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 這個是我們的講者今天帶來的 好吃的喜鬧 所以等一下 提問的同學就可以分一塊喜鬧 我希望你們手可以 我們用這個辦法來 然後如果 如果沒有 不想 不敢 不願意 就是還想要比較謹慎一點的話 你們可以聞一下 我們就 我可以開罐的讓你聞一次 一秒鐘 好 來 那個 同學有沒有 因為真的非常難得 藍一香的例子算是非常 我會說 成功 那從之前一個人 然後他出去做田調的時候 門就要關起來 到現在 今年他們現在是因為住管人 就是 然後將他兩位替代儀 那兩位替代儀 其中因為是台大哲學系的 哲學系的碩士 所以人力增加了 這有一些增加了 那其實他今天來 是用他自己的休假 我就說我忘了 我們應該出工門 用工家的方式 你就可以知道 他其實很多時間在剝削他自己 所以做到這個地步 就把這個工家的事情 當作自己的事情來做 所以那個使命感非常的強 那我們同學剛剛看的有沒有一些什麼 我們特別如果說 這是一個地方文物館 這是一個在地的 剛剛一開始就問 跟外面博物館有什麼不一樣 然後說希望整個鄉是一個活的文物館 所以這是一個利基 他原來有很多資源不足的地方 可是如果把他這樣 用這樣一個眼光看 你如果能夠動圓圓 人資源都在那邊 就是你要做的 你希望大家了解的都在那邊 你現在就只知道他呈現出來 其實靠著這個你的田調跟最後的策展 那我們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 這是一個地方文物館的一個特點 然後也做出相當的成績 同學我們提一下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啦 沒有我就要問喔 我一問什麼我們就沒完沒了 好 好 沒有 這邊幾個問題 就是 就是 我想要問 剛剛有提到經費來源跟人力的關係 就是很不充足這件事情 因為就是我覺得文物館跟圖書館 就是在部落都面臨這樣子的狀況 那我覺得經費來源除了申請計畫 對 我們還有什麼方式可以去做這一關 因為經費 像你就是一直是 有支費要滿足啊 或是 對 或是在填掉 那如果真的有 就是如果我們真的想要把它做到 可是又沒有把經費 就是經費又沒有申請到的話 那這樣子的 我們這樣的心力要跟經費如何去做一個評分 我們有什麼其他的方法可以去尋找經費的意思 對 因為說實在錢就是 沒有錢就是忘忘記者 所以我覺得 自我剝削 自己的錢自己的時間 對 目前看起來是這個樣子 我之前都是花自己的時間 然後那是沒有經費的狀況之下 但是 我訪問完之後 其實我心裡是滿滿的感動 然後 我覺得那是值得的 這通常你的經費來源就只有無證 如果說真的有申請經費到的話 那是最好 但是 我覺得調查 我覺得調查的計畫 對調查 不要 不要直接 又跟展覽的計畫 不要放在一起 因為 說不定那個調查計畫 可以做好幾年 像我們在做故錄製 之前在做那個文實行 我們才用半年的時間 就做了那一本 其實也沒有很充足 所以那時候就覺得說 應該調查就放在 就先做調查計畫 然後出版 如果資料都充足 我們在裡面就出版 後來的那個心得是這樣子 然後剛剛講二樓那個 就是我連記的長設 對 對 我是想要問說 記憶這件事情 要如何去呈現 是用什麼 單全用原物跟一切的方式 或者是 如果我是一個從外面來的事 我要如何透過這個展覽 去認識你的方式 我目前是用影片介紹 然後圖文、海報 然後再搭配一些 記憶會使用的 一些像那個髮漆啦 記憶啦 還有刺球用的那些東西 就是相關的會使用到 但是那個影片的介紹 最好是各個部落都要 就是完整的介紹 各個部落的特色 最好是做到這裡 我覺得是相當的 然後我自己的好奇是 為什麼是70%的傳統性能 跟30%的紀錄比較新 因為這跟很大部分的部落 就是其他意蠻大的 你是想問為什麼 旺家會有這樣子的狀況嗎 不曉得呢 因為到現在我的感覺上 我覺得旺家他是一個非常傳統 對那種主靈信仰很強 他本身族人的一些習慣從以前 因為旺家這個部分 比較沒有受到很多的那個 我不曉得是基督教進去 進去的時間太慢了還是怎樣 所以還需要 再研究一下 不過現在 現在旺家就沒有林浩人了 對 那是去年 最後的 1994歲的林浩 離開之後 那現在有沒有什麼變化 我就不知道 因為現在就是 會借掉林浩人的部落 林美來執行一些計的工作 那我現在就點名了 我們的那個中牌的同學 要不要問一個問題 然後我們其他的 然後請先 我們中牌同學準備一下 你們現在還有人在做熟了 就是現在就突然間準備 還有娃娃娃娃 這個我真是想要講的 就是我們這些資料調查之後 我們應該怎麼去炸根這個東西 再去做傳承 那我們現在有一個方向就是說 頭目 中長他必須先清楚認識 先學習來 重新學習 把這個部分找回來 把那個圖文弄清楚 譬如說 你要有幾個階級的圖案 你把它要至少要建立好 然後你要知道 那些那個階級 你要怎麼去分配給你部落的人 大概你看到這個人 大概是什麼階級 會有什麼樣的圖案 要有這樣的概念 中長就是要這樣 要不然就是他的那個左右無法 他都要清楚認識 像他的騎勞 都會認識到這一塊 這樣子 然後把那個 那個刺文的那個程序也要做好 像那個 那個你要刺之前 要先去拜訪頭目 要先授權 那授權你要帶什麼臉部 那個中長也要做一個規範 做一個規範 就是你要去 就是請我們中長授權之後 他就會給你一個圖案 那你就可以按照那個規範來自 那去年的話 那這幾年 這幾年我們就有幾個年輕人 我們那邊就有幾個年輕人受賜 那這幾個年輕人最主要就是因為 我們這邊在推的就是要按照傳統的規範 他傳統的程序來自 那首先就是要授權 我們辦了第一場的那個展規在文化 當天的下午 我就有安排這一個 就是有兩個年輕人要吃 一個剛好是中長他自己的章語 當然就是我那個比較高階級的圖案 就是有經過授權 那授權的部分 我們這邊 因為現在比較那個嘛 就是知識化 我們就會用這種的方式 就是用一個算是刺文的授權同意識 那什麼樣的圖案 就是畫上去 然後同目開張 雙方 你們這邊沒有接 同目不介入 對雙方 同目確立 蓋章 你的資格就是上面的圖案 就是同意識 我們現在在做這樣的動作 然後去年 申請到了文化部的經費 對 就是我們那邊就有三個 三個豬人受刺 那新聞報導也有報 就是他們的授權方式就是殺了一頭豬 來授權 來授權那個這個刺文的部分 那另外一個是他本身是 另外兩個 另外一個是他本身是林美的身份 林美的身份 然後我們在宋全的那個討論的會議當中 因為他有那個林美的身份 就有給他提高一階 給他提高一階 可是像那個 像這個下面的掛鉤文就沒有 因為他不是屬於管理的那個階層 對 有提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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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個中長 會不會不接急 會到這一點 是 在現在 我們有此量的風暴 持續下去 因為 現在 行政巨化自己的一個體系 那這兩者會不會不太相同 那還是說在記憶的部分 會以階級還有中長程度 才會成為部落的一個身形 然後在平時的時候 還是一項工作的固件 對 一個雙元的結構 不是說 比較便宗的幫助 比較便宗的幫助 就剛剛老師有提到你 就是目前 部落在執行傳統的東西 在哪方面會比較屬於是 就是 那個 中長的工作 就是像結婚 下聘的部分 那是屬於 傳統 傳統組織 在執行 像那個 行政 那個 村長啊 代表 都是負責協助的部分 這個部分 像記憶的部分 還是有頭目這邊 中長在主導 記憶啦 結婚啦 或者是命名 這個部分 就是在社會方面 像 像 剛才我提到的 就是 會有分工的 還是會有分工 誰主導 誰協助這樣 這樣清楚嗎 有 有沒有 看得到 可不可以嘗試吧 問題稍微拉到 跟文物館展示 或者文物館策展 文物館的活動有關 要我們想想說 我們的作業 就是這個吧 所以我想問 是 是因為南河村 它是有兩個部落組成 然後 部落裡面 其實也不只一個 童木 一個家族 我想 就是我很好奇 就是你們在辦這些 特展的時候 你們要怎麼去決定 你們要怎麼展出來那些文字 然後 誰說的算 就是 因為那麼多個 可講話的人 那你們要怎麼決定說 我要採取這個人 然後 我要捨去那個人的說法 那你們把文字算出來 或者是 圖片 那個歷史什麼之類的 都算出來之後 你們要給誰確認這件事情 比較會有爭議的部分 就是在社會制度這部分 比較會有爭議的 就是比較會有人講話 當時我們在做文史調查 文史調查 文史調查那一個書 彩刀的地雷就是在那個 那個 誰是老大 誰是老二 誰是老三 那個部分 比較會有爭議的就是這個部分 對 要不然就是 傳統領域這個部分 會 也會那個 也會是一個爭議點 就可能傳統領域有重疊到 當然是 把那個雙方的說法都要 都要練你清楚 那誰敘述的當然我們都可以做 雖然 誰可以 誰真的是正確的話 那就是 還是要多方 多方考著 在社會篇 我們這個社會篇這個部分 正義點是比較大 那一次我們在排這個排序 誰是中長 誰是老二老三 就差一點點在那個地方 就出不了 後來怎麼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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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那個啊 貼標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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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換就換啊 就換人啊 就是 提到人民的部分 提到人民那就是一個很大的正義點 所以 以後要出那個 出書的時候 提到那個接續的東西 最好不要提到人民 就提到 前面是誰 上面是誰 就好 主權是哪一些 這樣懂嗎 如果說要提到現在的人 大家都要真 大家都要真 還買一些 你們 嗯 如果想問 其實 你們 american 那裡滿滿深的 然後就是 畫法啊 寫成像是那樣 就是文版的話 怎麼去用 我們現在可以理解 就是去介紹 這樣子 就比如說 就是你們的那個 那講的階之ier includes 就是你看著 你們自己也不喜歡 你來這樣子講什麼 戒指 因為你們根本就沒有戒指 你們戒指 就是你們的部落的方式是你們自己的 就因為我們知道法律叫什麼方式 那你在寫這些的時候 你就怎麼去那個方式 就是因為你只能用 就是可能外面的人來看的時候 你要只能用這個方式去寫 就是意思會比較神經 就比如說是頭目號 就是 可是我的頭目 可能想說啊 其實像 就是可能跟美洋打工啊 然後從有權力使別啊 但是你們的好像不是這樣子 就對著 你們聽說的關係 跟我們所理解的事 有一些什麼差距 他通常要這麼進去 是不是這樣 我沒想到他這一次說 在我們用不同的詞彙 不同的詞彙 會有不同的概念 對 那比方說 你會用 你不會用頭目 你自己討論過說 我們要用中文長 你想要傳達不同的訊息 或者把那個取代的名氣 對 就是說在我們用中文的時候 在這個詞彙的時候 要不要亂誤打 那外面習慣的用的詞彙 可能跟原來部落自己用法 對 所以要怎麼用 要這個選擇避免這個 就是每個部落都有自己的那個 執行的方式 就以各部落 就尊重各部落 尊重各部落 然後 部落內部要以共識 對 如果說 我也不能說 其他部落一定要跟我們一樣 也不能這樣講 對 就是大家要互相 那我們部落是這個樣子 那也不一定跟其他部落一樣 都還是會有一些差異 會有一些差異 但是這一種要互相包容 要包容 來 彭軒 還有什麼問題 那我要問 好 我已經等很久了 我最沒想要知道的一些 你剛剛是有講一點 我的問題其實在這兩個方面 一個就是不管你的調查 或者調查後面延伸出來的展覽 你怎麼去選擇那個主題 比方我們剛剛已經看到了 一個是首文 另外一個是馬爾文 那為什麼選擇這兩個主題 包括你們那本那個 部落字這本很紮實的這本書 你們有三個主題 為什麼選擇這三個主題 那這看起來是基礎 那你後面應該還會 像你後來已經在增幅了 對對對 所以你那個 就是為什麼你在二零一幾年的時候 你覺得這幾個主題是重要的 跟年輕一代 跟他這個年齡層的相關性是什麼 好 那另外這是一類的問題 另外一類的問題就是說 你從你是在地的一個文物館 你來做了許多事情 可是你周遭還是有別的人在 同樣在做跟你們相近的事情 比方陳之列老師 你們在做文首他做權限的 你們在做鄉的他們在做權限的 所以這當然是重疊 對 重疊 然後那個來意的話 某一家就是你帶他去 然後後來你在自己去別家的時候 老人家問你說 意思是說那我也跟你花這麼久時間 陳之列老師給一個紅包 你們呢 好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實在的一個 一個不同的工作方法 帶來的一個困擾 帶來一個新的 你必須去處理的一種關係 所以這是一個例子 所以你怎麼看待這種不同的做事 其實跟不同 跟人的不同關係 另外一個就是講就是說 剛剛說做那個人頭骨架的整理 結果他是委外 他委外是維廣考古專業 考古類型的人 所以他有不同的知識上的目的 那你們反而被放在一邊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那你覺得文物館可以扮演什麼角色 那之後你有沒有 因為他們後來又做發覺計畫 那發覺計畫有沒有 這個關係有沒有改善 就是文物館可以扮演什麼角色 或者直接的那個遺址相關 因為遺址相關是比較難講 可是像舊王家是的確可以這麼說的 他是有殘存關係 所以他的後代的聚落客 都可以扮演一個角色 那文物館又可以扮演什麼角色 因為文物館是鄉 鄉這個行政單位 他跟聚落的關係 跟部落外不太一樣 部落是直接後代 所以他們可以怎麼樣參與 如果 所以我現在這邊很想請問 最後觀點能不同 你剛剛是有開始講一點嗎 就是說你們去做 或者後代 就老旺家的人的後代 就現老旺家的相當的人去參與 跟這些考古學者去做會有什麼不同 他們做的你們覺得不是你們要的 好 你們做的話你們為什麼要做 然後當然跟你想說 如果你們有機會做 你們怎麼樣可以有機會來做 那你們現在可能去說服他們嗎 因為他們發的計畫應該還會發展下去 所以你們可以怎麼做 有一個角色 因為你必須說你的觀念不同 所以你去做的跟他做的事 你才能去爭取 我這邊好了嗎 好了 好多喔 沒有 好 那我先來打這個主題的部分 主題部分 我怎麼去找那個主題 像手文 為什麼我會去做手文 也是 也是 那其實是 那個手文的部分就是 因為有機會來就是 剛好長官又支持 讓我去做調查這個部分 那在調查這個部分 又收到了很多的資料 那在轉換成展示的東西的時候 其實我們考量的是說 我要給誰看這些東西 其實我的想法是說 這是要給部落的孩子來看 就是這是一種 算是轉換成教材教育的東西 那老文家這些東西 講出來的這些東西 其實就是應該 我們管要轉換成 來交給部落的東西 那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就是從一開始 在文館工作 就是希望我們可以做一些 可以 文館其實有很多功能 那如果說真正可以幫助到 部落文化傳承這個東西 那其實就是有意義的 不管是做什麼樣的主題的調查 像我之後想要做一些婚禮 或者是像那個生命理書 其實那個都是要留給後面 就是像要把那個社會制度 跟規範這個部分 要有清楚的交代 這也是我想要請老文家 趕快寫出來 講出來的東西 像文詞書的這個部分 為什麼會有三個主題在裡面 那也是因為當時所收到的這些資料 就是也要看當時收到的 有沒有照片 有沒有那個來做來整理 只要有完整的 我們就放進來 就是像資料完整 還有照片 我們才加進來 所以到最後整理出來 然後追加的什麼的 因為時間性的關係 一定要出版 所以那時候就那個三個主題 整理到的資料 就是那三個主題 那其他的部分 沒有做到的部分就是 就是我們之後還在努力當中 所以我剛剛講說 調查會調查 不要說被那個出版的 那個時間性的方式 要不然那個資料出來都會 就是我們可能會不盡理想 不盡理想 所以這是一種操作方面的一個經驗 有經驗 那在人頭股價這個部分 其實它真正的意義就是 不是像外面講的那種野蠻 那我們想要知道的 那個其實是在人頭 取人頭出草 然後變成是 然後回來要怎麼做祭儀 要怎麼去做持續的供奉 那個整個過程 我們是希望可以把它很清楚的交代 然後不要讓外面的人 就是一直有那種刻白印象就是 不如是野蠻的或是什麼 我是想說 如果說要做這個調查 就是要把那個真正出草的意義 把它寫出來 不是說就是把那個文獻都找出來 是怎樣怎樣 其實像很多故事都可以經過老人家的叙事 來呈現可以做呈現的 也包含整個在戰功方面的這個東西 都可以放在一起 出草的這個部分 那狩獵又是一塊 戰功又是另外一塊 一個區塊 這樣OK嗎 就是沒有很好的溝通 如果說我們可以揭露的話就是 可以多加一些老人家的口述 然後把那個真正的名稱把它列出來 還有就是它背後的意義 出草背後的意義 都給它表現出來 就是寫出來 那才比較我們很安靜 對 老師好 老師那個我想請問說 就老師剛剛有提到 就是百祿附羅有登記五年記 然後我想知道就是它是登記什麼項目 然後就是這樣的登記的好處的話 就是部落怎麼討論 因為就其實很多部落現在 有在討論這些東西 然後我想知道 小白祿為什麼會想要去做這件事情 為什麼會想要做登陸 其實有好有壞 登陸的話會有經費 對 文化部文化處這邊會有經費 譯住 那之前有一個爭議 古樓這邊有畫出一個爭議 鬧得很大 鬧得很大 就是有被一個學會登記 然後它不是屬於社區發展協會 所以就 然後它在執行那個計畫的時候 就 他們說另外一個家族沒有被照顧到 所以 他們就覺得是說不公平 就跑出這種爭議出來 然後那時候還領發蠻大的那個人 那為什麼另外又有三個要登記 就是因為 可能是想要有更多的資源 那因為在執行這個祭典 其實也不是說一定要會有經費來執行 那其實重點是大家的參與比較重要 那有好有壞啦 像我看到 如果說經費多得的話 可能就是外包了 竹子可能外包啊 竹竿製作可能又是外包 而不是自己去製作 有好有壞 就看自己怎麼去執行 怎麼去 用對的地方 把那個經費用在對的地方 那些要看自己 那白陸部落是什麼單位去登記這個 社區發展協會 高見也是 高見好像也是 旺家也是 旺家 好像是那個奪目家族 旺家是用那個聖靈祭 古少人登記 我再請問一下 那像這個文首展後來台國 因為你剛剛有講兩次 都是說台國拿你們的資料 再去重新整理 在台國做了一個展覽 對對對 所以你自己的看法 因為我知道你也去台國看過 你自己覺得在你們的文物館展的 那樣子的一種內容跟詮釋的方式 跟在台國的做法 你覺得有什麼 你覺得最大的差別在哪 差別 我自己認為 因為台國他所重視就是 這個是部落的人去做田野出來的東西 然後他所重視的那個區塊就是 用我這邊的角度怎麼去田野調查 然後把人家的口述表現出來 應該是用這樣的方式 他們是用這樣的方式 在做呈現 那不過我這邊想要做的東西就是 我希望對象是給部落的人看 然後讓部落的人知道 那個過程可以有什麼 要有什麼 那程序要有什麼 要怎麼授權 要怎麼知道那些階級 對 這個是對象可能不一樣 老師好 老師那我想請問就是 因為老師剛剛說 在做文物館的時候 其實做很多事情是跟可能部落營造 或是有些部落發展協會做的事情 其實是很想想的 或是像青年會啊 對 那我想問說 就是文化館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是 他是有比較多優勢嗎 還是說他其實也會有怎麼樣的限制 或是說他可能是需要跟 每個地方的發展協會合作 才能做到 還是說其實文化館本身就可以 就是做到這些事情 就是在做這些事情 會遇到什麼困難嗎 就針對在青年會這個部落 嗯 還有就是很多 可能跨部落的調查啊 或是 對 還有青年會那些成長班的 對 那其實那個工作是 社區可以去做 那文館當時也是因為有 有那個陪伴的關係 他們小朋友把文館當成是 他們聚會的地方 然後 然後 那這主要是限於百日子的境界 那是因為是究竟的部落 因為生活在那個區塊 生活在那個區塊 那 那後續的發展就是剛剛我講的就是 要怎麼把那個文化這個部分 讓年輕人有多一點的時間 然後被刺激 然後去自己學習 或者是 讓他們知道 我們外面有在做哪些東西 好想我已經逼我們的講者 他已經站了兩個多小時 聲音都啞了 我們就這邊結束了 再次謝謝我們的講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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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